《反制中國政府與共產黨政治影響力運作法案》 2月13號由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 中國委員會共同主席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盧比奧 和民主黨聯邦參議員馬斯托共同提出 目的是遏止中共在美國及全球的政治影響力 法案要求美國國務卿和國家情報總監 組成跨部門工作小組 調查中共在美國及盟國散布假消息 操縱媒體和進行經濟脅迫的行為 並向國會提交非機密報告 美國華府人權律師葉寧指出 去年美國司法部要求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 登記為外國代理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一旦登記為外國代理人 他們就必須公佈起與中共政府的關係 相關活動和資金信息 葉寧說 其實美國政府非常清楚 包括很多媒體都是中共的外國代理人 也就是特務機構 葉寧分析說 今年多個美國大學的中共地下黨 要求在大學公開掛牌成立黨支部 多位美國僑領公然宣稱 要擔當中共十九大的宣傳員 以及今年中國新年遊行時 被中共收買的中國人 還在法拉上舉著紅旗為中共搖旗吶喊 都說明中共在美國滲透的瘋狂 葉寧認為 這些人做中共極權主義的宣傳員 已經觸犯了美國外國代理人登記法 新的法案如果通過 對這些人來說也將是一種挽救 因為他們都會老實下來 否則就會被美國遣返 法案強調 中共的政治影響力不是軟實力 而是強權滲透或腐蝕民主國家 破壞民主制度和自由 對人類文明它有正面作用的 這個才是我們真正意義上所指的那個軟實力 而中共近些年它憑藉著這種經濟爆發之後 膨脹的這種財力為依托 全世界的範圍內去輸出它在國內統治的那一套 那麼這種擴張它其實是破壞性的 它是對人類文明的危害 它的實質就是一種侵略 只不過這種侵略它是隱形的 以意識形態和輿論的操縱為先導的 法案指出 中共不僅通過虛假信息、脅迫等手段 培養對中共有利的意識形態 擴大中共威權主義影響力的範圍 還壓制政治反對派 侵犯生活在世界各國的中國僑民的人權 法案要求制定一項戰略保護美國公民 特別是華裔、維吾爾族和西藏僑民社區 免受中共政府的威脅 講善成惡的作用 這個反共的自由事業 人權事業就會吸引越來越多的人 去踴躍地投身 而拍共產黨馬屁的 就沒有人願意去幹 實際上呢 這是一種半兩不千斤的這個戰略措施 據報導 這項法案曾在去年6月提出 因議程安排問題未能完成立法程序 盧比奧說 通過這項立法 不僅對政策制定者有利 對美國人民、媒體、學術界 和其他受影響的部門 也都具有指導意義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認為 這個法案是美國在新冷戰中 採取的實質性措施 說明美國主流社會已經清醒地認識到 當前中美之爭 絕不只是在貿易逆差和知識產權被盜取 等局部政策層面的衝突 而是雙方政權制度和價值觀 根本上的對立和衝突 而這種源於制度和思想層面的衝突 是不可調和的